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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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先来看网这个字 网这个字它前面是个网这个组 然后旁边是个磁部 这个磁部是我们可以看到网这个字的脚骨文 如果你去看脚骨文 你会发现这个网字的脚骨文 它是从子 然后从王 也就是说王的大脚丫子往外走 王的大脚丫子往外走 那商人呢 用这个人 他通常是用代表着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子从王 这个子在商朝的用法 它不是停止的意思 它是象征一个人 而是说王往外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例如说我们出门的出 以后看甲骨文 这个出门的出它写的跟王字非常相像 都是迈个步伐 古人想象说 这个往也好 或者是出也好 感觉上好像是陷入沙坑当中 但是现在迈着步伐 从沙坑当中走出来 所以甲骨文当中的往或者是出的意思 大部分都是大步向前往外走的意思 那和这个字写的相反 往内走 在甲骨文里头写成个 个就是脚趾头往内 然后往是脚趾头往外 如果你去看甲骨文是非常有意思 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子字 它其实是个脚趾头 脚趾头往外走 叫往 或者叫出 脚趾头往内走 那这个叫个 所以有一个字叫若邑 若邑 若邑在周朝的时候叫若邑 这个若邑呢 这个若呢 就是一个个部 这一个车再个个 它的意思是车子走进来 所以若邑的意思就是 等于是大家都走来这里的意思 若邑这个字 若看古字 这个古字它可能是写成一个车部 再写一个个 也就是说你驾着马车 然后走进来 大家走在一起 然后意就成此 也就是大家都走来的地方 这个就是若意 其实就是若阳的古字 若阳古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跟个有关的部首 或者跟子有关的部首 大部分到现在来讲 它大部分是逐部 也就是它是逐的部首 所以若阳的若最早就写成一个个 然后再写成一个字 然后若意 也就是说这个若意什么意思呢 若意就是大家都走来这里 走来这里干嘛 日中为四 教育 住在这里 非常之认 所以是若阳最原始的意思 也就是说天下的脚步 通通走来这里 因为天下的脚步 通通都走来这里 所以它叫若意 后来我们慢慢转变成若阳的意思 另外这个U这个字 在上个诞年里头 我们跟大家分享 U这个字 它在最右边 这个是叫一个扑 这个扑其实是个教边 其实是个教边 然后跟教育的教 它其实是差不多写法 但是教育的教 它是一个虫子 然后这个扑 也就是教边的教育孩子 所以教育大部分是教小孩的意思 但是如果不是教小孩怎么办 如果不是教小孩怎么办 如果不是教小孩 拿了这个教边 往外走 去帮王室宣导政令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U 所以U的意思就是拿着教边 一个人拿着教边 然后他往外走 干嘛呢 就从首都出去 H从曹歌 H从洛言 我们不知道 从首都出去 然后去告诉大家 伤亡的命令如何 有这个意思 所以U的意思 有一种就是说 他告诉你 伤亡的命令如何 他告诉你 应该怎么耕种 他告诉你 应该怎么样打猎 所以这个U 他有拿着教边走出去 然后教育人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朔文解释的意思 朔文解释说 这个U字 从人从水 代表一个人 拿着拐杖走路出去 然后去教育一般的人 这个就是所谓的U 所以有些人认为 教育的教 跟这个立有有往的U 这两个字都是教育的意思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教育的这个教制 它是比较狭义 它是教小孩子 而这个U呢 它是教一般人 所以它比较广义 教小孩也好 教大人也好 教老人也好 它都是叫做U 所以U我们可以看到 U教的是孩子 U教的是爸爸 有人这么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U它有一点抽象的意思 那基本上它是个会议制 你就看了一个人拿着教边 然后千里迢迢从都城走出来 然后碰到人就告诉他 王的命令如何 王的命令如何 碰到人就跟大家讲 这个王又颁布了一个政令 王又做了一个措施 然后教育人家应该怎么样做 怎么样做 所以我们讲君子有U 什么意思呢 就一个君子 君子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 一千当中君子是在上位的人 君子有这个君子 拿着教边出来了 告诉大家应该要怎么做 这应该怎么做 为什么要这样教呢 因为就是生死有关 也就是这古代要活下去 这件事情 可以说是非常辛苦 你必须每天面对的野兽 你必须每天面对的这些困难 所以你要活下去 你就要听人家讲 应该怎么样才能活下去 为什么 因为生死有关 所以这个U 利有有往 基本上来讲 都是讲你怎么求生存 孙中三天曾经讲过三面主义 他三面主义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求生存的一个主义 人家求生存 所以在商朝的时候 求生存就是用U 就指派一个人 跋山涉水 出去告诉人家 你怎么样才能够活下去 他教的都是生死有关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疫情当中非常有意思 如果你出现U 一定会出现往 但出现往不一定会出现U 不一定会出现U 怎么在上一段里头 我们再会跟大家分享 出现往不一定会出现U 但是如果出现U 这个字 一定会出现往 这个字 所以U往 就是由内往外走 你有U往 就是由里面往外走才会有力 才会有力 所以我们讲说出门去教育别人 就是有U往 但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商王朝时代 他在做个部落共主 或者是在做一个松散的一个中华联邦 在这个松散的中华联邦当中 这个商王显然经常要派人出去 派人出去 教育干嘛 要教育别人 这个U这样一个人 师父也非常喜欢出门去教育别人 所以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 让松散想起 以前的这个医生求诊的方式 我们现在知道 医生人生病到医院去 但是以前不是 我们现在看这张图 这张图里头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行医是真的是行医 也就是他没有医院 医生是走到民间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的古代 药王孙思苗他也没有一个医院 他也是到处去行医 到处去行医 我们看一下悬浮济世 在我们这很多传统剧 戏剧里面 常常挂一个悬浮济世 娃头在世 妙所回春 基本上来讲 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他是走出去的 他跟过去不大一样 我们看古老的壁画 也是一样 骑一个马走出去 骑一个马走出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利有于往 可能照中壁的猜想 过去连医生都要走出去 那教育人家呢 当然也要走出去 当然也要走出去 也就是你要教人 你要找人来教 等于到处去招生 像现在台湾有很多早死化 很多老师都要出去招生 过去是学生来学校 现在是老师要出去找学生 就好像回复了商朝时代 这些有学问的这些君子们 他想要让老百姓 按照他的方式去做 为什么 因为他教的都是生命攸关的事情 性命攸关的事情 所以他希望你学会这个技能 当你学会这个技能的时候 你就可以活下去 所以以前的医师 我们把这种的医师 特别是唐宋以后 慢慢有所谓坐管医 那也有所谓的游方医 坐管医的医师 就是说他坐在管子里面来当医师 你生病的时候就来医院 类似现在的医生 叫坐糖医或坐管医 因为坐糖医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中药店 都写什么糖什么糖 什么回春糖 什么糖什么糖 而早期的医管也叫什么糖什么糖 为什么叫什么糖呢 因为这个就是坐糖医 也就是这个医管 所以坐医管的时候 就好像有人认为 这个糖为什么坐糖 有人认为医生在坐管的时候 有点像这个县太爷坐在大堂上 所以就压门里的大堂 例如说这个东汉 据说这个坐糖医 是从东汉以后才有 东汉的时候有个名医叫张仲景 张仲景自己本身也曾经担任过长沙太守 据说张仲景担任长沙太守之后 在没有担任长沙太守之前 张仲景也是行医 也是一个所谓的油方医 但是后来张仲景担任长沙太守之后 他就没有办法到处去行医了 但是很多人生病了 就来求他 所以张仲景当长沙太守的时候 他怎么看医生 他就坐在太守的位置上 来替别人看医生 太守这个叫坐糖 所以后来慢慢衍生出 医生也可以坐糖 所以我们在医馆里面有很多叫做什么糖 什么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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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根据汉史的记载 在张仲景担任长沙太守之后 没有多久 曾经发生了一次非常大的流行的文艺 为了他帮他本性看病 所以他就要求你只要得到文艺的人 全部来宪太爷这里排队看医 排队看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医馆 早期民国初年以前 现在可能有一些中医馆 它是用做什么糖 像我们南投有很多说圆和糖 爱菜也是中医诊所 然后大爱糖全部都是中医诊所 所以中医诊所很喜欢用糖这个字 他喜欢用糖这个字 据说跟张仲景有关 因为张仲景一般当太守 一般替人看病 也就是从东汉张仲景以后 他改变了某些传统 他让医师不再变成行佐的医师 但是有没有行佐的医师 有行佐的医师叫渔方医 座糖的医师叫座糖医 所以在张仲景之前 所有的医师扁鹊也好 或者是这些水也好 都是渔走医 例如说我们看华陀 华陀也没有自己管制 华陀也是到处行医 到处走医 到处走来走去 他叫渔方医 渔方医 也就是说他基本上来讲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北京的同人堂 例如说长沙的九支堂 例如说凌波的寿人堂 例如说济南的红祭堂 例如说沈阳的天丽堂 贵州的同祭堂等等 这些都是在这些城市当中著名的中医馆 从此以后 从这个张仲景以后 中国的座糖医慢慢多起来的 因为有座糖医 所以他就慢慢有自己的诊疗场所 慢慢也有自己的药糖 就因此来讲 他少得漂泊之苦 而且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来精进医术 来造湖大众 过去渔方医的时代 因为他没有固定诊所 所以他经常云流四方 云流四方的时候 他还要爬山涉水 在爬山涉水的过程当中 他还要去采这个草药 然后把这个采草药之后 来炼成药丹 治成药剂来替人治病 但是有时候 医师的生意没那么好 怎么办呢 他就开始卖药 就为了解决百姓苍生 带来疾病疾苦 例如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 春秋时代的扁鹊 东汉时代的华头 唐朝的孙思苗 这些都是左方医 也就是他到处有左方医 那左方医 一般人又讲作灵医 又讲作虎医 虎称医 又讲作草则医 为什么叫虎称医呢 据说在这个李时政的时代 据说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战国时代有一个叫扁鹊 这也是神医 扁鹊的时候 因为他U左 他是U方医 所以他到某个地方去 他就串铃 用灵子来告诉大家 扁鹊在此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U方医 也把它叫灵医 也把它叫灵医 例如说李时政的 明朝的李时政 写的本草纲目 他的四世代代都是灵医 都是灵医 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同仁堂 北京的同仁堂 他的祖先的祖先也曾经是个灵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古代里头 如果你要在地方行走的行医 他有三大装备 第一个装备 他一定要有一个步招 这个步招 他其实是一根布 一根布 然后在上面写个招牌 我们叫幌子 所以说什么幌子 原来就是行医的招牌 例如说我们在照片里头看到了 悬浮济世 这个就叫幌子 这叫幌子 所以第一个他要一个幌子 这个幌子告诉你说 你是一个医生 第二件事情 就要有个药囊 这个药囊 那药囊 药囊的时候非常重要 因为你如果没有药囊 你如何替人家治病呢 另外一支手 就叫做虎称 这个虎称 有时候还要叫上几句话 用来介绍治病 用来介绍药物 就有点像左江湖 左江湖 然后左江湖里头 左街串巷虽然非常辛苦 但很多行医者乐此不疲 那虎称呢 也叫虎刺或暴君子 为什么叫虎称呢 据说唐朝的一个名义叫孙思苗 孙思苗因为医术高超 医术高超到什么程度呢 也就是说不仅老百姓来找他医病 据说有一只老虎 他生病了 他腿上有一根刺 所以他就来找孙思苗 孙思苗一看这个老虎呢 他吓了一大跳 结果这老虎呢 跪在他前面 所以孙思苗仔细一看 发现这老虎呢 脚上有根刺 所以他就小心翼翼的 把这老虎的刺拔下来 从此以后呢 很多山上老虎 都会来找孙思苗治病 不仅山上的老虎来找孙思苗治病 连天上的龙生病了 也会来找孙思苗治病 所以孙思苗为了祈念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虎撑 做了一个虎撑 用来表示 这个虎撑呢也叫虎刺 因为这老虎呢 是脚上长了根刺 也叫虎刺 这个虎刺呢 通常是用铜铃做的 用铁器做的 而这铁器的时候 有些行走江湖的这个游方衣 他在上面塑造一些图示 例如说画个八卦 画个七星 画个五星 画个金屋 画个意图等等 所以这样就变成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行走江湖的左方衣 那另外的左方衣 我们要到处去走 所以他一定要带 那要带呢 通常是布置的 或者是木制的 那通常还有个虎撑 还背那个虎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虎撑比较好拿 当然你也可以用跳的 假设夹当很多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有一个黄字 黄字就是一个招牌 到处告诉人家 我就是一个医师 我就是一个医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左方衣的 没办法带那么多药 所以他在请医的时候 他有几个药局 第一个药局是 要贱 也就是他卖的药不能太贵 如果太贵呢 穷都买不起 所以第一个呢 药一定很贱 第二个 叫药很容易咽得下去 咽得下来 也就是这个药呢 吃下去就能够治病 所以第二个药局叫咽 咽是吞咽的咽 也是咽收的咽都可以 也就是吞下去之后 立刻就能够领咽 我们讲到药道病除 这个药道病除 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第二个要咽 第三个要便 方便 为什么方便呢 因为呢 你所卖的药材 一定要到处都有 并不是含有植物 所以如果一个左方医 他在行手江湖的过程当中 他把握着三个药项 第一个是贱 药物不能卖得太贵 第二个呢 咽 就吞下去就有神效 第三个呢 便 就是这个三村三乡辟长 他都能够很容易找到药材 如果你把握着上个要点 那通常你就是一个 非常有名望的这种左方医 那左方医呢 当然他也会有自己的方法 所以呢 清朝时代有个中医师 这个中医师叫赵学敏 这个赵学敏呢 他就记载了各地的左方医的一个记录 这个各地左方医的记录 他叫串雅 那串雅有串雅内篇串雅外篇 其中在虚文里头 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左医有试验 以肩性流俗 第一取牙 所以左医要替别人拔牙 第二要替别人点字 第三要去翼 去翼的意思是 身上有一些苍疤 你要让人家 要有皮肤病 你要帮人家治疗 第四叫捉虫 过去古代社会 每个肚子都有一大堆虫 因为卫生条件不好 所以根据清朝的一个中医师 叫赵学敏 他写了一个记载左方医的一个书 这个书叫串雅 串雅有分内篇外篇 他就讲说一个名医 一个有名的左方医 他要有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要能够替别人拔牙 就牙医 第二要能够替别人点字 第三 他要能够替别人贴苍疤 他身上长了一个礼物 然后他可以把它治好 第四件事 他可以帮人家捉虫 肚子里都是虫 吃下去之后虫都跑出来 他说 这四个部分 全凭药力 另外 手法要有试要 第一个 要会用针 也就是他要有针灸 第二 他要知道怎么补怎么卸 要知补卸 要知用针知补卸 还有要会推拿 要会推拿 第四 要试时虚 要知道虚实 要知道虚实 然后呢 同时呢 他人家戳若的时候不能太痛 如果拔东西的时候 例如说拔罐 或者是拔刺 拔什么之类的时候 要快速不乱 因为痛 好像打针要很快 他说如果 能够做到这个部分 如果有试验 然后试药 那这就是一个有名的左方医 在千朝有某一个人 千朝有一个中医师叫赵学敏 写了这么一本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右左一方的江湖民医 到这个座医行管的民医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古代 特别是在夏商周时代 医师都一定要跑出去 要四处跑 才能够找到医师 那教育这件事情呢 恐怕也是要这样子 恐怕也是这样 也不会是坐在那边 等着别人来教书 因为他恐怕也要出去走 到处走 所以在商朝时代 或者夏朝时代 或者是周朝的初期 你想要教育百姓 可能不是等着他上门 而是什么 而是你要走出去 你要走出去 所以当时的朝廷当中 可能有非常多 担任这个训会师 担任这种教师工作的人 然后三王寺 或左王寺 他们会下一个命令 说什么时候 你要哪个地区 由哪个人负责 哪个地区 由哪个人负责 然后这个人呢 就要走出去 所以就有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叫幽王 一个人拿着教鞭出去 教育人家 一个人拿着教鞭出去 教育人家 这种情形 有人相信 一直到孔子以后 做了一些改变 孔子也是做改变 孔子时代的时候 出门教别人这件事情 慢慢就没有那么样的流行 反而变成开管塑图 为什么这样 一个原因 也就是人口聚集的比较多 人口聚集比较多 所以他可以支撑一个学堂成立 所以孔子他基本上来讲 他虽然这个周游列国也一直在教育 但他在周游列国过程当中 他都是会坐管 就是谁来学呢 孔子自己讲 根据伦理数学篇 孔子这么说 自行素修以上 无味肠 无慧焉 孔子是有效无略 但是有效无略不是免费 他说自行素修以上 素修什么意思 就是带着一串牛肉干 你只要带着一串牛肉干 来求我 教你 我没有不会教你的 也就是我一定来者不拒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保证 你只要来求我 我一定会教你 但是前提是怎样 前提是你要交学费 为什么孔子要生活 你学费呢 有没有钱不重要 你带一串牛肉干给我 我就教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根据伦理数华篇的一个记载 指约自行素修以上 无味肠 无慧焉 也就是说孔子虽然是有效无略 但是他有没有说学费呢 中批是应该有收 这个学费贵不贵 应该不太贵 因为他说你只要包一些肉来给我 自行素修以上 猪肉也好 什么肉也好 假如肉干 带给我 我就会教你 我们可以看到韩世外传 韩世外传 记者的一件事 韩世外传记者 他孟长军 这个战国四公子 孟长军 孟长军想要去跟着明子谦学习 明子谦是孔子七十号弟子之一 所以他这么写 他说孟长军请学以明子 这是韩世外传的记载 孟长军请学以明子 使车往迎明子 明子也里来有学而无网教 自私而学不能学网教 则不能化君也 君所谓不能学者 成所谓不能化子而已 于是孟长军也禁闻命矣 第二天他就去接受明子谦的教会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韩世外传记载一件事 孟长军听说明子谦 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 又非常孝顺 我们知道明子谦 其实是以孝顺文明 像过去台湾有个政治人物叫谢东明 谢东明原来叫做谢进喜 他到广州市中山大学求学 因为他非常孝顺 所以他老师就把他取名叫东明 什么意思呢 东方明子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明子谦就是以孝文明 孟长军想要拜明子谦为师 在战口时代 但明子谦 所以他就用了一辆车子 特别请人把明子谦 请到家里来开馆 结果明子谦拒绝了 明子谦怎么拒绝呢 他说李友来学阿吾网教 他说现在我们的周礼跟以前不一样 我们的周礼是只有你来学 没有我去教你 他说你今天要来拜我为师 你一定要到我这里来 这才叫尊敬 如果让我过去教你 那就不尊敬 他说李友来学阿吾网教 自私而学不能学 网教则不能化君也 今天所谓不能学者 成所谓不能化者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为什么一定要你来呢 因为你就不来这里 我就没有办法教你 我为什么不能去呢 因为我去你那边教你的话 我去你那边教你的话 其实你是把自己当主人 我也没办法教你 所以一个是你不能学到东西 一个是我不能教你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 是不是请您来我府上来受教 孟长军听了之后呢 非常想说抱歉抱歉 我唐突了 所以第二天孟长军呢 就亲自前往明子谦的府上 请明子谦听他受课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转变 也就是说在春秋战过以前 可能是老师出去教育 然后春秋战过以后 孔子之后 开始呢 老师开始作馆 所以在归杖挂的时代 在归杖挂的时代 在归杖挂之代 这个立友优王 有可能是商王朝呢 派人出去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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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名子啊 名子谦啊 他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 是孔明十则之一 也是二四校当中的一人 二四校当中有一个叫 单一顺母的主角 单一顺母的主角 也就是明子谦的爸爸 因为明子谦妈妈去世了 所以明子谦的爸爸 就娶了一个后妈 这个后妈呢 生了两个小孩 生了小孩 但是呢 这个后妈却内待明子谦 但是明子谦不敢告诉父亲 因为避免影响父母的关系 有一次呢 某年的冬天 这个爸爸就叫明子谦出去做事 当时这个孔子呢 他做了一个棉袄 他做了两个非常防软的棉袄 给自己的儿子穿 但是用一个非常单薄的衣服 给明子谦穿 明子谦为了怕父亲发现 所以他在单薄衣服里面 放了一些稻草 装在里面 那有一天呢 明子谦驾车 带爸爸出去外出 但是明子谦呢 非常寒冷 非常寒冷 他只穿单衣嘛 然后又非常饿 所以不小心呢 车子就翻倒了 翻倒之后 明子谦爸爸就很生气 说你怎么连开车都不会开 准备用鞭子戳他 结果打了一下之后 发现里面就是稻子 然后他一问上详情 知道这个是后母来虐待的明子谦 随气之下准备要休戏 结果明子谦就劝他 就拦住他 说爸爸你不可以 他说啊 有后母在 我两个弟弟都穿得很薄 只有我一个人受冻 我后母不在了 我们三个都挨饿受冻 所以请你务必要把后母留下来 据说他的后母 他的后娘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 非常感动 从此以后对明子谦 就像对自己儿子一样 所以这个叫做明子谦 单一顺母 这是二世孝之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韩世外传记载一个非常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孟长军作为战国四公子之一 他想要向明子谦求学 想要向明子谦派两车去接他 但是明子谦说 按照周朝礼仪 你要来求学 一定要到我这里来 他说周朝没有 我去教你的 商朝或有 我去教你 但是周朝没有 所以请你来老师这里学习 他说如果你不来 如果你过来学习 学不成 然后呢 那是 我就用过去不去 我如果去教你 过去教你 我可能也教不了 所以为了让你学成 为了让我教得了 还是你过来吧 还是你过来 所以孟长军就非常客气的 第二天呢 就到了明子谦家里去 接受他的教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有点像山水蒙卦的蒙字 蒙卦说 非我求同盟 同盟求我 非我求同盟 同盟求我 他教书这件事情 不是我去求孩子 而是孩子来求我 所以非我求同盟 同盟求我 什么意思呢 孟长军呢 你来求学 你来求学是你来求学 不是我去求学 既然你来求学 你就应该过来 而不是我过去 而不是我过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周易他面对的一个时代 他是从归葬意 慢慢转变到周易的年代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也许在周朝之前 周朝之前 要去教育 要去行医 或者是任何专门职业 都必须要外出 都必须要出去 为什么 因为聚落还没有完全形成 一个商店的行程 有一个叫需求 最低的一个需求门槛 你要超过需求门槛 你才有办法开这个店 这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 所以你要开个学堂 一定要学生足够 那学生不足够怎么办 你知道到处去学教人家 而在商朝时代 地广人稀 所以没有办法支撑一个学堂 所以做老师的 也没办法支撑一个医馆 所以不管是名义也好 名师也好 通通都乖乖的走出去 来教育别人 来替别人治病 但是到了周朝建立以后 慢慢的 城市慢慢聚集人 许多人 所以在城市当中 有些地方呢 他可能就能够有医馆 有些地方 他可能就有血管 所以慢慢的 就形成 学生到学校来 学生到老师 私属里面去 请教老师 请教老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利有优王 有人说利有优王 代表什么呢 代表了三王朝时代 三王朝时代 因为龟昌玉也是利有优王 他说利有优王是三王朝时代 出门教育别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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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这么讲 昆元亨利聘马之争 代表有没有 有没有可能代表 一个君子的趋利匹马 然后呢 他拔山涉水 拔山涉水 前往眼方 去从事教化的工作 然后呢 疫情告诉你 你只要方向正确 只要坚持言则 就一定会成功 就致命上的意思 也就是说 一个君子 骑了一匹马 骑了一匹马 然后呢 渡水涉河 拔山涉水 前往眼方去教育别人 疫情告诉我们 你只要方向坚定 你只要坚持言则 这个目标正确 通常你就一定会成功 所以呢 如果我们补到这个坑挂 君子有忧亡 君子有忧亡 他通常是慢慢成功 不会一下子 这跟忧有关 忧应该是教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第二段故事里头 跟大家分享 这个利有忧亡 这个利有忧亡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三王朝 可能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 而这高级知识分子 怎么传播他的知识 怎么传播他的技能呢 他的方法可能是出门去教别人 医馆如此 师傅如此 餐厅的师傅如此 老师也是如此 像台湾也有很多中破塞 中破塞也是厨师替别人 替别人煮餐 我记得过去我在乡下长大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 每次过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就会请一些厨师 就所谓的中破塞 来家里的替我们煮饭 然后跟他讲几桌几桌 也就是餐厅的老板 厨师是走出来的 所以在三代 夏商桌时代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走出去 我们知道医馆的成立 一直到东汉 张仲景时代 才有座椅 所以一些名医 例如说扁雀 例如说华陀 他们都是由左侍方的神医 他并没有一个医馆 让他再来坐管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 第二段故事 因为或许是三王朝 出门去教育别人 所以我们第二段故事 就讲到这里头 第三段故事 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 利有欲望的第三种解释 这第三种解释 牵涉到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叫有欲国 或者有欲世 就是怎么回事 我们下一次再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分享 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告个段落 感谢大家收看